从这个数字里面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出各位的学习的趋向 这个资料还蛮妙的 我觉得因为利用这个方式 我也可以每个课程 那我就大概看一下 那其实大部分如果是 因为像你们上班族还OK 就是说至少还会有自主性 像那大学生都不一样 平常都不太点击了 大概都期中考期末考前都爆充 一下子大概倍数 10倍以上的点击次数 OK所以这个我提供给各位参考 因为如果说你将来 用GO点击 它会在这个外面 会自动产生一个那个 Details 它也可以自己点进来 在这边吧 它这边有个Details 比如说每一个每一个Details 然后这边就会显示 它有一个All Time Month 还有Week 还有Day 还有Hour 就是说 但你这个如果点击次数越高的话 相对你那个做出来 统计次数当然也越高 利用这种方式的话 你也可以去侦测说 哪一个点击次数 比如说你每一个每一个 你丢出去很多东西 很多产品 哪一个少QR Code QR Code它也会连接 或者是点击的次数最高 那从这个地方的话 你也可以大概知道说 哪一些东西是大家最有兴趣的内容 那你就是头七所号 再来就守株待兔 这样子的话基本上 我想应该效果还不错 因为现代人 因为资讯变爆多了 所以他不喜欢被主动行销 所以你会发现 你主动给他传单 很多人现在都不拿了 你记忆没有给他 他也不看了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了 他会想说这是我喜欢的 我才会想要点击他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要被动式的行销了 反正正说你喜欢 你自己点开 点开来那就你自己的 OK 所以给你东西 一定要是你喜欢的 不然就不要给你 否则的话成为热设 现在资讯太多了 你取得 随便找也一大堆 对不对 那 所以变成说被动行销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如果你在被动里面 没办法被找到的话 那很不容易被看到 另外我也会看一下 我们的论坛 里面的话 每一次上课都有 那我会稍微看一下 各位的观看次数 从上个礼拜的 还不错 一百多次 算是所有课程里面 算是比较认真的班级 观看次数还蛮多的 再往前推进 第十次呢 一百三十六 更多一点点 再往前推进 第九次 两百多 然后再往前 不过第八次 第八次 反而变少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次 还是说因为这一次 都讲了比较多 城市的部分 我觉得好像有点 这种迹象 好像只要看到 有城市部分 你们就想要 把它跳过了 还是 城市部分 VBA可能是比较难吧 可以 所以 不过这个可能按部就班 也许你慢慢慢慢的 海数当然有一定的瓶颈 你慢慢可以再往前推进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一次 比较讲比较多函数 好像观看次数就比较多 每一次每一次 其实都会有一个观看次数 那我从这个观看次数里面呢 大概可以看出 大家比较喜好的 像这一次 五百多次 算比较多的 为什么 因为我讲了表单 好像大家对设计表单比较兴趣 那在前一次 也是五百多次 这个是第二次上课 所以这边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另外 放在上面的影片 我也不敢保证 永远都会在 所以如果你要备份的话 要怎么备份 其实我建议你们可以点击到 哪里 外面这边 这个图 我看一下 是不是应该是这边吧 你点击到这边 我最近我有 放一个播放清单 播放清单里面 我有的时候会设有出来 这个是最新的 我哪一天 12月3号吧 是礼拜 礼拜四 就前一天 工训 就是台北市的公务人训练处 我有上了这个课 里面的话 就有教各位怎么样 如何下载 YouTube影片 用这个软体 还有 如何在手机下载 比如说你里面 假如说 以后呢 当然你们现在 大部分上班族都很忙 回到家已经很累了 有空档时间的 大部分都是 一点点一点点 锁碎时间 那当然你手机 如果拿着 你随时想学习 戴个耳机也想 那最好是怎么样 可以先把它下载到你手机 那这边也提供给各位一些参考 有一个APP 直接装了之后呢 你也可以把一些 YouTube上面的影片都download下来 那你有空的时候 再来学习 这样的话反复反复听 久了反正听不 这有时候什么 耳濡目染久了 你不会也懂了 对不对 好像徒人开窍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听多了 听多了都会了 所以有时候 耳濡目染很重要 环境很重要 所以像我前一阵 我看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 有一个民事拍的 那个什么 台湾演艺吧 那什么杨丽花 我看那个 因为他就是在戏班子长大了 我看那个是在戏班子长大了